哎呀,蒋凯芳刚才见语的时候,肚子高调放出这个消息,看来他追,抓住苏沃是兴兴满满的。 少年,他是太狂了,你放心,苏沃现在是安全。 你永远不要在猎人面前说安全这两个字,蒋凯芳不是定想突击了吗? 对,没错,他们现在是最独击的那个如来演出公司,可是什么一点也没发现。 那你告诉六位东,别对家人海风调影尽心,你在被家人海风定下,他不会轻易放弃的。 好吧,不过,苏沃算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台积权的道理,这同台积权大的还算是不错。 虽说是单纯性经,但已经安全度过了危险期。 那你告诉苏沃,别对别关锢的对家人海风调影尽,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精力转到贼皮货下,离我们结果的时间并不长了。 对了,六位东那边怎么说?还没有消息吗? 没有,我估计江海风还没有放弃对他的监控。 嗯,如果江海风不愿意对六位东送手,那我们的货怎么从中国通道过来呢? 那不然,我们派一个人过去,跟六位东结架怎么样? 不不不,跟江海风这种的人,我们必须学会人家的强处。 什么意思? 我们现在逼他耐心,现在记得是他。 我们现在等他结出了危机,他会跟我们联系。 再等等吧。 明白了,老板。 好吧。 哦。 你好。